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歌订阅持续追踪哦! 南方之我意来袭,目前该剧首播口碑已经出炉,观众的打分和评价更是直接一针见血。 南方之我意是一部有诚意,张雨昕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,该剧改编自七威的同名小说,并有七威担任编剧,亲妈操刀进行影视化改编。 该剧首播五集,便迅速引发观众热议,优酷站内直迅速突破八千,站内实施热度第一,妥妥的黑马剧。 此外,这部剧除了热度高涨外,这部剧的口碑也很让人惊喜,开播后便获得了广泛好评,豆瓣评论曲轻一色的四五星好评。 观众更是纷纷征赞,南方之我意这部剧,不仅剧情紧凑,靠人心弦,而且演员们的出色演技,更是让人赞叹不已。 演员CP感很强,又甜又滅很下饭。 南方之我意这部剧,与以往的现代剧不同,这部剧的剧情设置,与展开这时令人着迷。 故事以男主角傅云生成一事,意外事件为开端,将观众直接拉入一个充满悬念的世界。 女主角朱旧张雨希世,作为家庭医生进入豪宅,却发现坐在轮椅上,面色苍白的男人,是自己的故人傅云生。 女主刚想问清楚,男主发生了什么,结果就被怒吼着驱逐出去,这种反差十分吸引人。 随后,剧情直接回溯到两年前,开始讲述朱旧与傅云生,从相遇到恋爱的起点,以及中途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种种变故。 这一系列操作,无不引发了观众对两人故事的好奇和期待,演员们的精湛演技,给南方之我意增添了无限魅力。 男主角诚意在剧中饰演傅云生一讲,虽然这是诚意第一次,饰演现代偶像剧男主, 但诚意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。 他以其出色的表演,将角色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,从镜头一开始的阴沉痛苦,到后来的温柔,可爱。 诚意成功塑造了一个,复杂多面的角色形象。 同时,女主角张雨昕在剧中,扮演朱旧时更是美丽动人,令人心生恋爱之情。 他不仅在外貌上与角色完美契合,还通过出色的表演带给观众对朱旧内心世界的共鸣。 此外,剧中其他演员也发挥非常出色。 男二副新博在剧中,饰演的傅西周是男主角的哥哥,他巧妙地展示了角色内心的失落和矛盾。 此外还有李星泽、颜笑、江洪光等实力派演员的加入,更为整个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。 我昨晚也守着去看了,一口气看完了五集。 说实话,早已经过了看偶像剧幻想爱情的年纪了。 最主要的是,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另一比较好的偶像剧了。 但昨晚看的南风有点让我意外,诚意的粉丝都说, 这13年前的狗血爱情剧,多点包容吧。 但我看下来,觉得剧情真的算不上狠狗血。 没有4X,没有慈敬,没有无缘无故的使坏,也没有矫情的误会。 男主是附加子,但也是个潜心学术的人。 女主是医生,是个真正心有大爱的原非医者。 现在第五集了,男女主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, 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暧昧在发芽。 但我觉得她们真的挺配的,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,灵魂上的相配。 互相救赎,互相成就,三观一致,心有大爱。 但凡偶像剧带点高尚的职业,主角的人物光环都会变得更加强大。 所以现在古罗喜欢,来个守护苍生的帝君。 现偶喜欢来个医生,消防等职业。 医生这个职业确实被拍烂了。 但这次女主的医生,让我刮目相看, 她竟然是个放弃舒适待遇,跑去援助不发达战区的职愿者医生。 去了那边后,为了一个棘手的病例,翻山越连,出生入死。 这叫人很难不觉得,这个女主真的值得。 女主朱旧是有童年阴影的,她的父母也是不发达战区的志愿者。 他们跟朋友一起建立医疗区,条件艰苦,但造福了很多人,救治了很多生命。 结果在朱旧还年幼的时候,父母都被动漫分子残害了。 她亲身经历了那场惨剧,很多年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。 那里穷,脏,乱,环境差到我们无法想象。 可志愿者们都吃了这个苦,只为了救治那些生来就可怜的人。 每一个去那里的志愿者,都是抱着将生死值之度外的决心的。 朱旧倒不是嫌弃环境,她是害怕童年的阴影不想回去,但最后犹豫许久,还是咬牙去了。 就像诚一眼的男主傅云深说的,你留下来改变不了现状。 朱旧坚定地回答,但我可以多救几个人,就是为了这个原因。 现实的也好,心理上的也罢,所有的困难都让了路。 然后傅云深改变形成,出去调集物资帮助难民营的。 志愿者们就值更多的人,因为这个时间的耽误,导致他们必须要与其进山。 遇到了危险,也是在山里两人被困的时候,傅云深就赎了朱旧的童年阴影,让他走出了父母惨死带来的黑暗。 傅云深是尊重他的,劝说不动便改为大力支持。 傅云深也是善良的,他没有附加子弟的傲气。 金钱在他手上不是用来欺负配角的道具,而是真正用在了有需要的人身上。 后来傅云深回国继续研究药物,却不幸出车祸,双腿无法行走。 他断绝了跟朱旧的联系,将自己关在黑暗里关了两年。 敏感且暴躁,阳光对他而言成了刺眼的存在。 直到朱旧凑巧应聘了他家的家庭医生,朱旧尽自己所能。 织好了傅云深的腿,帮助他站了起来。 两人正是在一起了,这是一对双向就熟的爱侣。 没有一见钟情的桥段,也没有误会又没嘴的矫情矛盾。 这样的爱情是人间理想型。 后来两人又经历了很多磨难。 诚意在古装剧里吐血形象,一直延续到了这部线偶。 而且这次感觉更惨,不止废腿,还脾脏被摘,身体很多器官都遭受到了重创。 我真的服了诚意,我就没见过这么惨,吐血这么多的线偶。 但又不觉得刻意,因为女主他所处的环境,确实特别危险啊。 也正是因为那环境,让女主显得更加难得,让人感动。 他不需要撅嘴,不需要吵闹,不需要楚楚可怜。 只是在那认真的工作,为战区的病人付出心血,就已经是富云身心里的万丈光芒。 国产偶像剧就照这个模式来拍呗。 偶像剧里虽然以谈恋爱为主,但男女主的职业,不是给他们增加逼格的东西。 但凡能都派成男风之我一这样,尊重职业。 造福人类,就像你是我的荣耀鲤鱼徒的星星,即便不火,也不至于被骂是吧。 更何况,爱情本身美好,应该是让人感觉到正能量的情感。 就这样降附云身和诸旧,互相救赎双向奔赴,就挺好的。 如果谈恋爱谈到整个人都扭曲了,对方不尊重你的职业,不顾你的想法,那你不觉得窒息吗? 说句实话,尽早放弃吧,好的伴侣,是跟自己思维和三观都在一条线的。 打着谈恋爱的名医老妖勉强你的人,可不是傻好人。 当然除了剧情和演员演技方面不错外,男风之我一的制作也非常精良。 开头灰暗的镜头,营造压抑氛围,与后面唯美舒服的画面,形成极大反差,营造出了剧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不同,以及性格大变的氛围。 此外,编剧们也在剧情上下足功夫,该剧没有拖沓的情节设计,让观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和好奇心。 男风之我一的成功,不仅在于其紧凑的剧情和演员的出彩表现,同时也得益于该剧,与大多数都市爱情剧不同的题材选择。 他通过男女主角的爱情成长为主线,讲述了一段破镜重圆的故事,充满着浓郁的治愈因此,观众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爱情的力量,体会到生活中的温暖和美好。 在当前国产剧市场中,男风之我一的开播,无疑为观众缓解了剧荒,填补了现代都市剧日渐减少的孔缺。 他以其独特的剧情和演员们精湛的演员演技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关注。 他不仅是一部优秀的都市爱情剧,更是一次情感的洗礼和成长的启示。 无论是剧情的发展,还是演员们的出色表现,都让男风之我一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脱颖而出,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一匹黑马。 期待着接下来剧情的精彩发展,也祝愿男风之我一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平发挥,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。